独一份 独一份 这个菜不仅仅是在全国找不着 这是南京的传统菜 现在在南京也找不着了 只有到抗产大食堂 只有到无先宾的抗产大食堂 吃了还不用花钱 这个菜的来历 叫什么名字 这个叫风菜 风是哪个字 风就是风干的风 风干的风 这叫风菜 这个菜的来历 是过去南京这地方 家家户户都腌咸菜 到每年的11月份开始腌咸菜 家家户户为了冬天的菜 都得腌上个上百斤的咸菜 这个菜买来以后 先把这个菜里边的最中心的芽 这什么菜的芽 白菜 白菜 大白菜 大青菜 不是咱们北方那个白菜 是大青菜 大青菜 然后把那个芽 芽 给摘下来 摘下来以后 用绳给它一个一个的穿起来 穿起来以后 还不能够暴晒 要阴亮的风干 要给它挂在那个屋檐下 要通风的天 几个月 一直到过去年 到第二年二月 风干三个月 到年三十 然后把它取下来 取下来以后呢 用温热水 给它回软 回软以后 胀开了 胀开了以后 这个时候洗洗干净 然后给它切 切完了以后 花生米 弄点香菜 弄点香油 这么一半 现在为什么没了呢 现在这个生活方式的改变 住楼了 都住楼了 而且现在物资也丰富了 没人再去腌菜了 客观上家里腌不了了 没有大缸了 没有地儿了 第二个呢 现在也不用腌了 所以这个菜就没了 因为它要上百经的菜 才能掐那么点心 而且耗时三个月 耗时三个月 还是民国首都的三个月 那别让这菜转了 咱给扣下吧 新风和模范带头作用 是十分重要的 我把这菜扣下了